大家好 蒸包子像我这样做 不用提前发面 简单省力 各个松软劲道 里面的馅料清香美味 去早餐店都买不到这么好吃的包子 新肉小白也能一次做成功 做法简单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两根洗干净的黄瓜 用擦丝器把它擦成细丝 一个切掉皮的胡萝卜擦成细丝 锅里面撒入一勺白色的盐巴 泡拌均匀 擦出黄瓜和萝卜中的水分 这样也能提前给黄瓜萝卜入个底味 放一旁腌制两分钟 时间到了 大家看一下里面擦出了那么多黄瓜水 接下来我们取一个大碗 上面放上一个干净的抹布 把它放到里边 把抹布口收起来 用你全身的力气 把里面的水分挤干挤净 挤干水分放到案板上 咱们改刀 随便切两下 不需要把它切得太碎哦 接下来大碗中准备300克面粉 倒入3克酵母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 酵母粉不要放入太多哦 往里面倒入常温水 先搅成面絮 搅成面絮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往里面放入2-3克猪油 放入猪油 是我们蒸出来的包子面皮 细腻揉软劲到又香甜 下手把它揉成面团 咱们的面团和好 手指的这一步就是不需要小发 直接把它取出来 放到案板上继续揉 揉5分钟左右 这样面团揉好 非常的光滑细腻 揉软劲到 揉了5分钟面皮揉光 直接把它搓成长条 搓好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去除一个剂子 再把它揉匀揉圆 用擀杖子把它擀成一个 边缘薄中间厚的包子皮 像这样就可以了 面皮全部擀好 放入我们调好的防滑馅 根据自己捏包子习惯性的手法 把它捏成一个小包子 最后手火柱 再捏了固定一下 再稍微的整理一下 好了 像这样一个包子就包好了 接下来整锅整理好 把我们包好的包子 一个一个的放进来 放的时候 中间要留够足够的空间 因为包子在醒发的过程中 体积明显的变胖 留够足够的空间 这样在醒发的时候 包子就不会粘连了 盖上盖子 醒发至5到10分钟 根据你包的包子大小来醒发 醒发至原来的200大 我这个包子真的比较小 打开看一下 用手一按 非常的鲜软 像这个时候 就说明醒发好了 而且清飘飘的 盖上盖子 水开即时 蒸12分钟 好了之后 咱们再煤上2分钟 煤上2分钟 咱们的包子蒸好了 先打开一下 把里面的热气放出来 热气放完之后 再迅速打开盖子 这样蒸的包子 不回缩不塌陷 哇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的包子 个个非常的蓬松又渲软 里面的馅料 清香又美味 自己做的干净卫生 这样蒸的包子特点 就是不用提前发面 还简单省食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吧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 蒸包子不用提前发面的小技巧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 转发评论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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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